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跟朱教授谈演员训练班 怎么表演的这个区块里来了 因为很多人对表演都非常的有兴趣 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兴趣 可是我想学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学 如果今天不是遇到我们朱教授 我真的不知道要学这个表演 除了在正式学校以外 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学 我觉得有时候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固然是一个很基础的学习 但是我觉得除了社会一直在继续学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继续的学习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并且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 像我当年也没有考 也对这个表演很有兴趣 可是我没有考上 没有往这方面走 有时候人生也难免有些遗憾 会觉得我很希望我能够表演 发挥一下我内心 发挥一下我的情感 释放一下我的情感 也很希望 所以如果有像您这样的训练班 来学习一下 也是蛮不错的一件事 我们欢迎啊 欢迎您来啊 对啊 对啊 电影界也需要年龄比较长一点的人啊 我们虽然年龄是比较 不是那么年轻 青春冒美啊 但是在电影里面 它是很生活化的 对 电影里面有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有这个帅哥 可是他们也有父母啊 他们也有师长啊 有长辈啊 也是需要有人来扮演啊 对 所以我们是需要不同年龄层的人 所以我们的这个网友里面 如果对戏剧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欢迎 朱老师这里报名啊 并且又是不收费 多好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个训练完了 比如说我们暂且不说 这中间过程如何 那我们就想训练毕业以后 那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我对于这个表演啊 非常有梦想 我想要在电影里嘎一脚啊 虽然不是主角 可是我也过过瘾啊 或者我上舞台剧啊 那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训练班毕业以后啊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给他们表现 我想是有的 因为我们当时设立 就有一个完整的构想 也就是说 很好我们台湾电影教育学会啊 本身有一个网站的平台 那我们所有被训练过的这些学员 他们毕业以后 每个人都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就会放在 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库里面 那这个库呢 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业界 或者是各个学校电影系的师生 如果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他们需要演员 需要有些角色 对 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网路平台里面 去找他们所要的这个演员 那当然我们也有更大的一个这个野心啊 就是说把台湾所有能表演会表演的演员 我们都一起网膜在里面 也不仅仅是加会我们自己的学员 包含现在目前在台湾影视界的这些演员 只要他愿意 我们也欢迎他进入到这个演员的人才资料库去 那设立这个目的也不是在于盈利 而是在于帮助 就是协助业界 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对对我们这个平台做一个业界跟演员人才的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交流 对对那拍电影的人他需要各种各样的演员 他不知道一时去哪里找 而且有即使找过来的 他不见得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 他不见得能够符合导演的要求 那进入到这个平台里面 你发现这些人他们都会表演 对他们都是经过训练的 他们经过训练的 那这样的话 他们在加入到电影的拍摄工作的时候 我相信跟导演的沟通会比较容易 对那也是帮助导演解决问题 是是是 我们以前有时候有一个盲点 我都以为说俊男美女才能够演电影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 而且电影的那个形态有改变了 不是那种好浪漫的那种那种时代 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人 也不一定要多么英俊潇洒 也不管他什么年龄 你看像茂伯不是年纪那么大 是走老运 走老运红得很 现在这个形态我倒是蛮喜欢的 因为不是说漂亮的人才能够 现在的社会应该是 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才华跟能力为主 甚至现在已经是丑人可以出头的世界 真的真的真的 那我们在演艺界看到 长相实在不怎么样这个漂亮英俊的人 他一样但是他有才艺 他仍然是很受欢迎跟肯定的 所以现在的时代已经在改变了 而且台湾的电视剧还是基线在一个偶像剧的这个范畴里面 基本上是有点狭隘 我相信观众看久了以后也会慢慢就感觉腻了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不管是电视也好电影也好 这个戏剧的这个触角要放宽一点 也就是你看这个人生 这个人生其实是很恐怖的 人生百态嘛 对不是只有这些二十来岁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的世界是很受到大家羡慕 其实真正的悲欢离合往往是在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故事体材要 要多元化 要多元化就要获大 是 有一个外个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 就是两个老先生不是吗 我相信你看过 就是两个老先生得了绝症嘛 那两个人在医院认识了以后 那两个人就说相约 我们的人生 也不能就让他等在医院等死 两个人就一路去玩 这个电影 就是两个老先生 可是这电影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好看 转人热泪又好感人 所以我是觉得像除了演员以外 编剧 这个编剧题材 编剧是灵魂 编剧非常重要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读的就是表演 但他一直也是不红 那我是跟他讲 我说你其实可以往编剧方面 因为文笔还不错 你都往编剧方面多思考一下 可能我觉得我们这需要 这个编剧的人才 非常需要 对啊 你一个骨架没有 架构没有 你表演员再好 没有内容也没有意思吧 所以将来我们这个表演班 是不是会也还演员 那其实是电影 那电影当然是更专精了 那那个故事还要考虑到他将来的市场面 所以编剧人才是可遇不可求 他这个编剧也必须要 一方面过到市场面 因为那个故事的整个故事 也不要太通俗 太通俗了 比如说一定是婆媳之间了 婚姻了两个人要离婚不离婚的这种事情 什么第三者啦 什么这种事情 我觉得人生那么 那个通常是电视的 Metal Drama 就是通俗剧 就是走那样一个模式 通常电影不是那样 那电影看完以后 多少会带给我们很多的 那所以不光是纯粹 找演在娱乐 他更是要有 对人生哲学方面 有一些暗示 或者一些启发性的思考 那这样的电影 才会让人赚人热泪 大家才会觉得很棒 看完这个电影 不会说看完就算了 而且久久的回荡在脑子里面 而且对他日后的为人处事 可能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戏剧是教化人生的 非常有利的一个社会教育的工具 我们欢迎年轻人 都来加入这个阵营 年老的也可以啊 当然年老的喜欢 年貌伯不是 年老的也可以 反正对戏剧有兴趣 你的身体还能够负担的 就可以来跟我们朱老师联合 那我们的表演课的教法 跟可能别的表演训练班 稍有一点点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下一阶段 我们再来讲你们的教学方式 哦 好啊 我们再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